赵天龄退选谁来接棒 现在这个点点名 点了很多人 包括了郭建盟率先表态说 愿意义无反顾来承担 那另外呢 还有在地的议员 同属勇言会的黄文毅 那新系的简幻中跟郭建盟 还有黄杰 但是简幻中呢 已经拒绝了 那黄杰受访的时候说 一切尊重党中央的安排 这个部分的话 先请教兵哥 黄杰的机会是不是最大 与挣钱换将来讲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因为黄杰他的角色就是 罢韩战将嘛 那他对决的当然就 韩家军的陈梅雅 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态势 当然也不能忽略掉 刚刚波基所提到的 那如果派的是黄杰 勇言会的人会心甘情愿吗 这个就是问题啊 因为你说 如果以知名度来讲 黄杰当然是最强 是啊 这个是无庸置疑 而且他之前才挺过了半年 然后这次又顺利当选 所以他的身世 如果要从这种 单纯就身世来讲 他身世一定是最强 知名度最高 然后浮选起来相对容易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他不是那个选区的 然后他本身要 他跟赵天宁的团队是否能够真的磨合 这个就是恐怕问题变数非常大 那当然这要去看 我现在比较在思考的是 当初这个消息到底是谁放出来 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这到底是哪一个派系 或是哪一个人放出来 我觉得他们会选在这个时间点放 在我看来很明显的就是 不要去伤害民进党 然后让民进党有机会可以换人 然后换上自己人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做这样的选择 那这个自己人到底是谁 因为从一开始赵天宁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赵天宁在 陈其迈选举的时候 赵天宁算是浮选很卖力的 对 他也一直在他竞选总部里头 结果赵天宁发生这件事之后 第一个表现不是很友善的就是陈其迈 对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觉得 还蛮趣味的 昨天还有一则报导也挺好笑的 就说王定宇说昨天王定宇 然后他们几个人 什么联夜什么开会 后来说是感受到党内的敌意非常强烈 最后就只好要求赵天宁要忍痛 就是放弃参选 我觉得我比较觉得有趣的是 为什么这次敌意会这么重 赵天宁也算更正苗栗 因为他泄系出身 然后一路也在地方经营 而且连任三届立委其实算是基层实力雄厚 那他到底是得罪谁 让人家避遇除之而后快 敌意怎么会这么重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他外遇的对象是大陆人吗 是这样吗 我一直很怀疑是这样 我觉得是 有人一直想要把赵天宁弄掉 而且应该是剑指下一任的高雄市长 对高雄市长的选举 所以才借这个机会一次把他干掉 然后就断了赵天宁去迈向高雄市长之路 我觉得这才比较像是这一个操作的布局 那接下来就看 看赖清德会选择谁 那如果以赖清德的个性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 赖清德恐怕他要选黄杰的时候 他就要思考一阵子 因为黄杰毕竟才刚入党 那一个刚入党的人 你要知道他之前没有入党的时候 整个党在挺他 连蔡英文都下去挺他 然后现在你又为了他 再硬把他拉上来一个刚入党的人 这个其实对高雄的基层来说 恐怕反弹会很大 我个人是认为这样 所以这要看赖清德怎么去盘算 赖清德之前有在管反弹的吗 否则他的这个民主大联盟不会 一开始还提露鸡排妹 他以前可以不管反弹 但他现在还能不管吗 投票日逼近 对而且他现在已经掉了七个 而且我要补充一下 当初霸黄杰的时候 赵天宁是高雄市长部主委 他是全力去挺黄杰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黄杰跨区 去把这一区拿来选 那个叫做贾郎杰鸡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中间美咖很多 我觉得是这样 那如果赖清德直接用弄他们自己 新潮流人上去 我看反弹也会很大 所以赖清德自己必须要去仔细考量 可是我发觉今天有一些媒体 已经悄悄的把黄文艺的名字删掉了 所以表示党内恐怕已经有人认为 不要再给勇言会机会 就是要直接把他拿走 我听说陈其迈就是要给黄杰 对啊 因为陈其迈会做这么快速的表态 其实是很诡异的 以迈迈的个性照理来讲 他不至于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是计划好的一出戏 因为昨天那个反应真的太奇怪 我从来没有看到 民进党有谁卷入绯闻之后 党内会有这么多的人 第一时间就不挺他 这个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看起来像是计划好的 而且你知道现在高雄那边在传什么 在传说赵天宁为什么会决定 昨天晚上忍痛退选 除了赖清德赖一让他退选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后面还有一个要报 传说啦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说他其实不止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是说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是赵天宁自己后面还有一个 赵天宁后面还有一个事情要报 所以这个就是 你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好像一步一步这样子 就是针对他而来 所以我觉得赵天宁 大概自己要回家去想想 他现在应该心里头已经有数了 谁在对付他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但是知道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你怨不得别人 因为这是你自己犯的错 而且一个政治人物能够犯这种错 一犯犯了七八年以上 这也是了不起 我讲实在话 他自己要去想想看 他怎么会把自己 从呼声最高的高雄市长 未来参选人 搞到现在自己这个地步 我觉得不要去怪别人 还是要去想一想 那至于说 很多人认为说 赵天宁下来了陈美娅就稳了 我正要问这个 有没有机会变天啊 一点都不这样觉得 也就是高雄那边的 就是民进党在那边实力是非常坚强 上一次是52对38 差了十几% 那这一次老实说 这一次陈美娅还没有上次韩国瑜加持 那你现在蓝白河整个是一个未定之天的情况下 陈美娅的声势有办法起来吗 当然赵天宁这个事情会为他加分一点 但能够加分多少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选区的胜负 还是要看未来赖清德到底要怎么布局 他选谁出来 然后在高雄地方基层的反应如何 才能够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 欢迎订阅